黑胡椒蟹 黑胡椒蟹大家就吃得多了 不知道黑胡椒蝦大家有吃過嗎? 這個菜的材料都是非常大眾化和簡單的 還有製作的價錢絕對不貴 現在正在展示一些事前要準備的配料 有關於乾蔥和蒜頭碎請看我之前的影片怎麼做 現在來到處理虎蝦的部分 首先要剪蝦頭的刺 還有剪蝦殼 最後要清理蝦腸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示範是怎樣做的 我習慣是把蝦頭的刺全部剪 剪平了 因為被刺到有機會細菌感染 所以要小心處理 之後就是剪中間的蝦殼 我會留一條蝦尾 因為做出來的效果會好看很多 像鳳尾蝦一樣 還有我蝦頭也不會剪的 因為一旦剪掉 蝦膏就會算而流失 這樣就浪費了蝦頭 所以我絕對沒有剪到蝦頭 繼續保留在蝦身上 其實做這個菜最麻煩的是 處理蝦的部分 在煮的部分其實很快很方便 待會大家就會看到有多快很方便 當全都在蝦殼 我們就要處理蝦腸 我們會在蝦身剪兩刀 像影片中一樣 有些人只會在背部剪一刀 那就隨大家喜好 因為我覺得剪兩刀出來的效果 會比較帥氣 剪完兩刀 挑走蝦腸就完成了 每一隻蝦都是這樣做 這也是最花時間的部分 完成後 我們就找一隻完全乾的碟 還有廚房紙把蝦擦乾淨 擦乾淨到沒有水分就可以了 之後加上適量的調味 雞粉和生粉 其實雞粉的份量不用太多 反而生粉要多一點 因為雞粉我們只會給蝦少少底味 之後我們會上黑胡椒醬 這樣就夠了 生粉就是方便我們等下拿來炸 每一隻蝦都平均沾滿生粉之後 我們就可以下油去炸它 油的份量大約半支 也不用太多了 剛剛好蓋過蝦就可以了 還有油用完記得隔乾淨 然後雪藏 可以重新再用 千萬不要浪費 我們加熱油溫到適量程度 像剛才的筷子 放進去起泡 那就可以放蝦 每一次放三四隻 我這個煲的份量不太多 所以放三四隻 分幾次炸就差不多了 其實炸它一分鐘左右 就差不多熟了 如果你擔心不熟 炸多15秒 主要是因為不想炸得太老 因為蝦肉炸得太老 就不彈牙了 我想做到的效果就是 就算是雪藏蝦也好 炸出來的肉質也不是煤 也是有彈牙的感覺 這就是最好的效果 炸完蝦之後 就要拿出秘密武器 這是曲一曲出品的黑胡椒醬 它不像坊間 你什麼的黑胡椒醬 它這個我試過 極具東南亞風味 它中間加入了很多香料 包括香茅、南薑等等 所以你加了它煮出來 家人分分鐘以為 你這碟菜是買回來的 我敢擔保 好了 現在在做什麼呢 我們正在炒醬 首先加入蒜蓉和乾蔥碎 然後炒大約半分鐘左右 就不需要炒焦 它只會炒出香味就夠了 之後就是放幾片薑 炒幾下 接著就是加生抽 和老抽 份量按片頭所顯示的份量去加就可以了 加完之後就是把它炒均勻 務求令到蒜蓉和豉油的顏色 都可以混和在一起 最後的步驟就是 兩匙匙匙的黑胡椒醬 這是秘密武器 記住現在我們是用中小火去炒醬 不需要太大火 加完黑胡椒醬 我們就可以加一點清水 將它由稀炒成稠 稠的程度 大家各不一的喜歡 而我想醬的黏度再高一點 所以我就再打多一個芡 這個是生粉芡 來的 生粉和水的份量 1比1 然後再打芡 拌勻就可以了 最後就把虎蝦回鑊 快炒15-20秒 就完成了 是不是好像我之前所說 最煩的就是處理蝦的部分呢 煮的部分根本就是一點都不難 最後我們就把芡 拌勻 拌勻 加些味 加些顏色 就非常漂亮 剝蝦 剝了大約20分鐘 煮 煮了5分鐘 其實也不算太久 其實也算是很方便 好 上碟了 馬來亞風味的黑胡椒蝦 完成了 最後加一點芫荽 在臉上 就非常漂亮 開近鏡給大家看一下 蝦的肉質 其實是非常彈牙的 而且很飽滿的 你會看到它的顏色 因為它是用拉油的方法 拉熟蝦 所以保持了肉質彈牙 這個是宵夜時間 我和老婆兩個人 就把蝦清掉了 這隻黑胡椒醬真的很方便 有興趣可以看看下面的連結 吃完宵夜應該要睡覺了 今天說到這裡 拜拜